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想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有关GD的消息 台湾媒体们误会报道错误的地方 这里说的台湾媒体 不是指台湾所有媒体 而是观众们发给我的几家媒体的报道 虽然我没有去查证 或许也许 应该也有报道正确的地方 总之根据这几家媒体的报道 目前GD的情况是 委托了宪法法院大法官出身的律师 律师费高达20亿含币 禁止出境 警方有证据证明他的嫌疑 这内容是来自一位记者出身的YouTuber的直播 原文是这样的 这位律师是在帕克尼总统弹劾案时 宪法法院出身的法官所设立的律师事务所 对,GD委托的这家律师事务所的老板 是大法官出身的律师 但当当GD的是所属律师金素养 并不是大法官出身的律师 而且这位YouTuber当时说了 韩国排行第一的律师事务所金允奖 普通事件的律师费是10亿左右 如果是事件复杂 委托法官出身律师的话 会是11到20亿左右 但GD委托的律师事务所 K1Cumber 主要是做企业收购等项目 最近三年都没有进入 律师事务所前20名的地方 韩国最大规模律师事务所 法官出身的律师是10亿到20亿 不到前20名的律师事务所的普通律师 会是20亿吗 因为这个20亿委托律师的新闻 就有很多网友们算 你说没心那个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请法官出身的律师 一定是做贼心虚 这位YouTuber也表示 自己的发言被媒体们误解了 他会努力澄清 在这则新闻报道的第二天 警方突然对媒体表示 目前对于GD的召唤日期 还没有定下 因为在调查声色场所A市长 提供的证据时 与已曾约相比不是很具体 在加强调查后 我们再考虑是否召唤他 前一天说有明确的证据 第二天又改口说 在加强调查后 再考虑是否召唤 然后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事件的核心是 提供药物给GD的医生A某 如果是治疗目的的话 GD主张的全面否认 也是有道理的 然后也是有GD 可能遭到冤枉的部分 GD的嫌疑是 从声色场所的B某苦中开始的 可能是豚鸡鸡 豚鸡鸡是指 吸毒犯为了减轻罪心 虚假监局 乱丢无罪的人 到调查机关的收房 当然警方可能认为 B某的口供可靠 发现到A医师提供药品的证据 但在调查结果得出 是否犯罪之前 没有必要大声批评 人川警察局 不是说证据很明确吗 你们甚至在调查之前 就下了禁止出镜的决定 突然说没有明确的证据 现在已经过去几天了 吉迪受到了严重的抨击 只是听一个酒店妈妈桑的话 就放话到媒体了吗 甚至吉迪都没有 出入声色场所的记录 手机进行的取证 也没有找到什么证据 那么到底证据在哪里呢 老餐粉们 怎么能知道警方的战略呢 是都有了明确的证据 才这样的 如果到时候真的吸毒了 你们怎么办呢 只有在明确证据时 才应该公开姓名吧 如果情况不明确到 需要进行加强调查 那么最起码 不应该向记者泄露资讯 与阿英在接受调查后 新闻才曝光 而吉迪在警方立案之前 就先向记者透露了名字 这不就是带有恶意吗 可能是看电视剧中 常有轻易就下 禁止出镜的片段 所以产生误解了 但实际上 是要有明确的证据 才会下禁止出镜 如果只是因为怀疑下禁令的话 法务部门 检察机关和警察会被骂翻的 有必要这么做吗 如果到时候是阳性的话 他们一定会说 我早就料想到了 如果是阴性结果 他们就会说 不能相信 可能是受惠了 现在事实情况已经不重要 他们只是在祈祷吉地 一定要吸毒一样 看这个影片的话 看起来和平常一样 但大家将特定的行为 制作成了无线循环的GIF 有点可怕 本来如果有相机 就会变得不暗 当兵回来之后 表现得更加焦虑一些 但除了吸毒之外 还有很多可能的情况 可能是恐慌障碍 也有可能是 实际上在服用精神药物 你们再怎么洗也没有用的 警方不会这么容易放话 吉地一定会被召唤的 最后要明确声明一下 就像这位网友说的一样 有可能 最终吉地还是会被警方召唤 也有可能 吉地真的犯错了 但只是希望 该澄清的部分澄清 该指责的部分指责 不要被错误的信息给带风向了 对于吉地目前的情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会四国语言的 李斯拉平 金切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